現在龍捲風又要來大翻案了 翻案什麼呢 二次世界大戰 大家看看電影裡面 最慘烈的一場太平洋戰役是什麼 硫磺島戰役 但是實際上來說 對於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來說 真正最慘烈的一場戰役 可不是在硫磺島 社長 究竟在哪一個島 在貝里硫島 貝里硫島 這個島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在哪裡 在南太平洋這邊 這邊是關島 我們台灣在這邊 貝里硫島很小 這麼一點點 它差不多13平方公里 差不多一個台北市中山區 這麼大小的一個 檀丸之地 很小的島 對 這個島 這麼小 但它戰略位置很重要 剛才看 如果取下這個島 美軍當時如果在二戰 跳島戰術 如果拿下這個島 相比可以進攻台灣 日本 向西 向南 向西南的話 可以 到菲律賓 對 所以這個島 戰列位置相當重要 所以他們後來講說 這個戰役 其實是整個美軍二戰史上 奪島戰爭裡面 最血腥最殘酷的 其實是在貝里硫島 為什麼 它以比例來計算 這個貝里硫島 不過是一千 差不多一萬一千名日軍 結果史上到後來 幾乎 活不到三百人 日軍活不到三百 美軍也付出惨痛代價 美軍當時 它那個海軍司令 奧登多夫 它講了一句話 它在1944年的 大概9月開始 要攻這個島的時候 他講一句話 他很誇張說 這個島 彈丸之地 以我們的優勢武力 兩天就把它可以拿下來 後來是陸軍 陸軍一個少將 Chester跟他講說 兩天太誇張 我們四天好了 後來說四天打 他怎麼打呢 1944的9月大概12號 他們說掉來幾艘 掉來 你看那個海上密密麻麻 都是那個戰艦 八艘航空母艦 隊伍一個 13平方公里的一個小島 用八艘航空母艦 將近25艘的行陽艦 跟30艘的七族艦 喊不當當加起來 這麼多的戰艦 對啊 這麼大龐大的軍力 要去打這個背里流倒 400架戰鬥機 從那個艦上起飛 去轟炸這個島 那這麼小的一個島 那幾乎已經被炸平了 所以他說兩天 我兩天 而且還加上汽油彈這樣燒 他說兩天以後 連一隻螞蟻都沒辦法 讓它在上面生存 結果又打 轟了兩天 轟了兩天以後 這個海軍燒 奧斯多夫就跟陸軍他們講說 來 剩下來就是你們登場 我們已經登陸完畢了 島上沒有活物 他講沒有活的生物 沒有活物 你們可以登陸了 結果這個陸軍 他們就登陸了 登陸以後你知道 他們講說 我們進去以後 大概一季兩天清理戰場 那史詩把它清掉 兩天以後 我們就蓋機場跑道 算得好 這一次的躲島戰役 算是非常成功的策略 兩天就幹掉了 結果你知道 他們登陸一個陸軍 一個他們一個陸軍 海陸登陸師 大概一千多人登陸了 登陸他們在海上先用那個 把海上不是有一些漂流水雷打 清除掉了 對方島上都沒有任何環境 表示島上都沒有人 那看起來還滿順利的 通常你靠近的時候 一般登陸這樣 我機箱就開始掃射了 你如果在水中 走到腰部這邊的 機箱就開始掃了 都沒有進敲敲的 他們就登陸了 登陸以後走了大概300公尺 秒竊無聲 人都吸掉了 結果到300公尺以後 你知道這個 他們在北岸這邊 有一個點叫高點 美軍後來稱這個點叫高點 他們上面有一個無解滅山 有五座山 結果你知道這個無解滅山的那個山 突然間好像聽到那個鐵門 開啟的聲音 為什麼 他們至今把那個無解滅山 整個裡面挖空 挖成500多條通道 所以整個山裡面是空的 空的 那個山很硬 所以他們在那個門上面 有放這個 你看這種所謂的大炮 大炮 環坦克炮 機箱 全部都放在這邊 開始打 開始掃射 走了300公尺才開始掃射 那1,100多個人突然槍聲一響 來不及 逃都逃不掉 他當著火把 在那邊打 門打 這些1,100多個人 幾乎 大概他們講說至少有 有大概將近七成八成 全部陣亡在那一陣槍聲 那個槍槍之下 大概七八成 當場就倒掉了 所以你看他後來他們才 才很驚訝 後來很多很多打了兩個月以後 他們登陸去去掃到戰場 才發覺 原來他們日軍 挖掘那個地道 500多條地道 其實相通 其實都相通 所以他們突然間從那邊冒出來的時候 他們措手不及 他們以為他們那些風炸是有效的 其實無效風炸 因為這些日軍全部躲在山洞裡面 對 所以美軍在這次付出慘痛代價 他們說如果要躲島戰爭 像這次中日不是爭奪釣魚台 美國跟日本做聯合躲島演習 為什麼要做演習 美軍說他們從這個躲島 尤其是這一次的這個 貝里流島戰役 他們學到很多的教訓 在二戰史上付出最大代價的 美軍跟日軍 其實就是這個貝里流戰役 原來貝里流島 才是真正在太平洋戰役當中 付出最慘痛代價的島嶼 但是這個島嶼 美軍本來認為四天就可以攻下 結果打了足足有70天的時間 可是真正最慘烈的時間 可就再攻一個嶼 最慘烈的二戰跳島戰役 是在貝里流群島 像流氓島的制高點在折波山 一樣道理 你一定要拿下五姐妹山 可是你知道嗎 陸戰第一世的官兵一上來 才發現根本就被日軍出其不意 這樣圍攻 原來他在這山的路徑上面 已經部署了五百多個突擊點 你根本看不出來他埋伏在哪裡 根本就是地道 要不然就是石頭一一一開 就有一個槍口對著你 所以說非常可怕 然後山路又狹窄 要登上去非常難 五百多個火力點 偷襲美軍 美軍死傷殘重 而且日軍最喜歡突襲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台單架的傷兵 就是傷兵在單架上 那你需要兩個人去扛他對不對 結果他就瞄準那個扛單架的 沒有武裝的 因為扛單架的 對 一被擊斃了 相對的 你又有更多的傷兵 就變得更多人都倒下了 對 所以說這樣就會拖垮你的戰力 而且到了晚上我跟你講 你知道嗎 本來不是說 社長剛剛說四天對不對 結果波普上衛 這場戰役非常血腥 直攻鼻頭領的時候 波普上衛那時候剩下90個人 他連上剩下90個人 直接攻的時候 攻上去 好不容易攻到 第100號山頭的時候 一看 這根本不是嘛 後面還有一個山頭 還有山頭 那時候日軍跳出來 他嚇死了 比他們 幾乎是一個贏的兵力 比他們的人多得多 那現在怎麼辦 你的人家90個 你是不是要下去求援 那只能退啦 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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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不是講過 500多個火力點嗎 對不對 交叉火網 你上不去也下不去 那不就被卡在那邊了 你卡在那邊 波普上衛講了一句謎言 就跟那個沒有吉博訓演的 勇士們很像 他告訴 soldier Defend yourself 準備自衛 為什麼 90個人 可能都會陣亡在這山間 那真的叫孤軍奮戰了 是孤軍奮戰 結果真的子彈打光光 但是他們很英勇 為什麼 上面的日軍也不敢下來 下面的日軍也不敢衝出來 結果你知道嗎 一直打 打到晚上 那最後怎麼辦呢 那不就變成要彈盡圓絕了 沒有子彈了 打光了 真的打光了 拳頭跟刀子都出來了 肉搏戰 什麼 你連拳頭刀子都出來了 而且我跟你講 路上看得到 空的那個彈藥箱也拿來砸 你說連彈夾都丟出去了 結果 結果 連彈藥箱砸光了 石頭 什麼石頭 還不爭的石頭 珊瑚礁的碎石 拿來跟日軍搏鬥 好個潑舖上位 他竟然可以撐到幾點 你知道嗎 撐到幾點 撐到黎明天亮 90個人 剩多少 剩9個 等於是 9成全部都被殲滅了 對 這一場戰役 100號山頭的戰役 加上整個背體流的群島 你知道 第一陸戰士 3000名陸戰隊員 死了1749個 這就是我告訴你 傷得還不算 為什麼死傷高達7成 好啦 現在我告訴你了 這樣子看起來 這背離流島的戰役 比這硫磺島還更慘烈 你要曉得 美軍很慘對不對 對啊 美軍有那麼多的 那個航空母艦跟艦隊 美軍陸續征援 征援這個戰 多打了一個月 到了11月24號的時候 非得把這個島攻下來不可 已經整整快要打70天了 當然美軍物資資源 當然比較夠對不對 打到11月24號當天 指揮官日本陸軍大佐 也就是日本陸軍上校 中川周南 給總部發了一個電報 發什麼電報你知道嗎 上面只有兩個字 櫻 櫻 什麼櫻 櫻花的櫻 為什麼 這什麼意思你知道 為什麼要發這樣的電報 這是屬於 作戰的時候的機密待遇 叫做什麼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萬民士兵戰死 猶如櫻花墜落 櫻花飄落 什麼意思 櫻就是代表 我們誓死如歸 櫻花在日本是國花 它代表什麼 七星 出污泥而不染 它的生命很短 但是它活得燦爛 我們這萬民士兵已經為國而戰死了 所以我們決定要 要什麼 要以死殉國了 因為日本那個時候打了兩個月 真的是彈盡良絕 打不下去 他特別講 因為後勤補給全部進不來了 海面上全部被美軍給包圍了 他說我們的艦被打破 我們已經沒有新的長矛 我們沒有辦法再打下去了 他率領最後60個人切腹致敬 所以立剛你說 到底是 到底是 硫磺島戰役還是貝里流 你聽我這樣講 貝里流 才是真正二戰裡面 最可怕的人間煉獄 歷史的大翻案 有沒有注意到 硫磺島戰役不是最慘烈的 貝里流才是真正最慘烈的 但大家注意 這麼慘烈的戰役 是誰發起的 日本發起的 但是安倍晉三跑去拜那靖國神社 其實說到那靖國神社 中華民國的前立法院院長 曾經也跑去 誰派他去的呢 休息一下來告訴你